意想天地分食客源 秘挺名城店450万盘让 成立已近十年 非连锁品牌 在高雄有五间据点的 秘挺无烟炭火烧肉 名城店经传以总价450万元 带月租32万元盘让 消息一出让不少老涛哗然 记者求证公司负责人 原来是意想天地 吸走不少客源 秘挺烧肉店是全台唯一 冷藏熟成牛肉吃到饱专门店 我秘挺已经创业了十年 那第一间是在七贤 再来是扩点到美术馆 民族大乐 都做得还不错 早期七贤美术馆及民族店等门市 最高单月有近400万元营业额 那刚好烧肉屋 这个高雄在地的老品牌 那个老板也想退休了 我评估了一下 来试试看不一样的 也就是活烤两吃 所以就接手了这两家下来 两年前他曾接烧肉屋 文山及名城店两具点 但拓点太快也产生人员管控 及服务品质下滑问题 这第四跟第五家店 因为业绩说实在 有因为意想天地的开幕而下滑 那我觉得我会盘让出来 倒也不是说他不能做 他在亏钱 而要盘让的名城店占地450平 位于最近真的名城路上 临近凹子底森林公园 捷运凹子底站 汗神巨蛋 门市还有专有停车场 盘让金450万元 另带四年租约 月租32万元 换算每瓶租金仅711元 并不高 不过细看 从名城一路到名城四路 约3.4公里距离沿线与周边 至少有15家烧肉门市经营 包括景林名城店 以月租80万元 寒八寒日烧肉锅物 与寒八对象茶榴烧肉店 月租达60万元 为高雄烧肉最密集区断 一想影响大家必然 那其他人开店也影响别人都必然 这个做几十年生意下来 我觉得非常正常 我自己的话是喜欢种类多样化的 那第一就是其实新鲜嘛 就是新鲜很重要 看来在烧肉调节的竞争 端看消费者的味蕾决定输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感谢 thể if Mine Will nhưis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